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递了很多台湾的讯息到日本到海外 他等于就是我们台湾的某一部分的代言人 所以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跟他聊一聊 今天我们找野岛刚先生来 当然最主要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当米其林进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人带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意见 可是这一位我们台湾的日本朋友野岛刚 有一篇文章讲得很好 他说其实台湾料理跟米其林 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然后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如果我们太过于在乎的话 其实会失去了台菜的台湾的美食的某些特色 我当时看到这文章就觉得说 这个有见地 因为他不是随便讲的 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认为说米其林 基本上它的评鉴食物的方式 是一种非日常性的 但是台湾的美食或台湾的料理 基本上是日常性的 这两个中间本来就有一种 不太能够直接的去对话的一个矛盾 那为什么呢 我们就请到了野岛刚先来到我们的现场了 当时写这篇文章出来以后 有没有引起一些不同的意见 应该也有吧 我这个反应有一点交付我的 出乎你的意料 对对对想象 因为我就没有想很多 就是自己的对这个台湾的一个概念 给对米其林的那个理解 结合起来写一篇文章 没有像很多 后来发表之后 这个好像这篇文章已经 十万以上的人被看到 那很多人就在那个留言那边 说我写的不错写的好 我以为有些人会骂我 因为 结果吗没吗 没有 加坟都没有了 因为 骂了都被过滤了 没有啦 开玩笑 对对对 不是在中国吗 对对 我以为对有些人会批评我 因为这个部分 某种程度对这个台在的定位吗 是把它 呃 定位 讲一个非 鹿酱性的这个 呃料理吧 所以台湾台在是不太可能 这个提前到这个非鹿酱性的 所以有一些人会 呃 不开心 我我会这么想的 可是几乎差不多 99%的一个反应都是 都正面的 肯定的 我们再解释一下吧 这个野岛刚先生当时在 谈这个观点说 他指的是台湾料理 因为这次在呃 米其林的这个 这个榜单上来看的话 一星以上的到三星 其实真正的属于所谓的台菜料理的 很少 正因为如此 所以呢 那当然有些人就觉得说 好像不太公平 台菜料理都进不了 但是野岛刚先生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 告诉大家说 其实不用太 在意 因为本来米其林的 评选方式 跟我们台菜 台湾料理的日常性 这之间就有很大的一个矛盾在 我想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那至于说 其他的菜系 那得到三星的 得到二星的 那些有很多 不是台菜料理 不是台湾料理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 我们给各位稍微提醒一下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要先请教你 那日本呢 我也注意到你的文章里面有提到 那像在日本 日本的米其林也进到日本去 对不对 那以后台湾有很多朋友 都是追这个米其林 到日本去吃那些日本的美食的 都很道地的日本的食物 那在日本呢 日本有这种所谓日常性 跟非日常性的矛盾吗 其实在被米其林选出来的日本菜 主要为这个寿司店为主 寿司最多 因为寿司这个料理的特点就是简单 就是鱼跟米饭 就这个 那么为了把这个寿司怎么样做得好 很简单 有一条比较好的新鲜的鱼 然后米也是做好的米 好的米 那这样子的话 就怎么说这个厨师 比较可以说那个目标 把它越来越精致 越来越sophisticated的那个内容 就可以做这个非常好的寿司 所以是这个精致概念很重要 那米其林很重是这个精致 虽然是他们里面有很多条件 如何选出来这个料理店 但是还是我觉得 我在日本吃过很多米其林店的一个餐厅 就发现每个店都以精致为核心的价值 那在这个日本的寿司店的精致概念 跟这个米其林的概念是 我觉得比较match 比较好 比较好 对 比较能够合的 能够合的 合的 所以是在日本被选这个店 就是寿司店比较多 比较容易被选了 那还有其他一些日本餐厅 但是菜大概也知道日本菜 对 每个菜都是小小的 对 所以是做得很干净 漂亮 美感有美感 味道也是比较可以 讲究到一点怎么样 软啊或是硬啊 或是多多 反正就是有一个价值观 是精致 这个精致是在日本料理里面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价值观 反过来是台菜这个部分 可能跟精致这个概念 有一点距离的 我懂你的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不要误会的 也到刚先生的意思 因为台菜基本上 是比较没有办法用精致这个概念 来描述它 对对对 比如说鲁肉饭 或者是路边的小吃摊饭的 某一些排骨汤 对 像这种东西 你基本上你都知道 它很难用精致这个字来形容它 但并不表示它不好吃 并不表示它不干净 不卫生 这都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你一旦要变成精致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想想看法国菜 你大概都知道 那个精致是有一种仪式 有一种繁复的繁文入解 有一点点 甚至有一点点装腔作诗 对不对 那个就是某种精致的意思 好 但是问题在于说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像日本的 比如说寿司 它比较容易 因为它东西很简单 对 所以它的某种精致化是可能的 但是像其他的日本的食物 包括槐石 或者是其他的炸物 什么的 它要变成这样 它就没那么 相对来说没那么容易了 对对对 那台菜呢 好 那台菜的这种 我们今天请叶岛刚来 是因为叶岛刚是一个 很特别的日本的 我们的日本朋友 他媒体人出身 可他过去写的书呢 他可以写日本战后 台湾在战后 白团 帝国主义的最后的军人 白团跟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他也可以写故宫 写两岸的故宫的分分合合 然后他也可以写 清明上合图 他也可以写 对台湾的 深入的一些 日常生活的观察 所以他就是一个 其实蛮全方位的一位朋友 所以我待会来 就要跟他 从他的谈话里面 我们来推 比如说从台湾的料理 这个概念 是不是就可以推出 台湾文化的 某一种观察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的 马上回来 今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Pub Radio 是我扬起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好 从不同的文化 我们可以了解 不同的文化会反映在他的饮食上 但是反过来讲 从饮食也可以推测出 后面不同的文化脉络 这个大概是毫无疑问了 比如说 你想到美国牛排 大部分人想到德州牛排 或美国牛排 都想到一大块 一大块 那个其实就反映了 美国在西部脱荒时代 那个臭用 豪迈的 但也反映了 美国在整个的国力的那种强大 日常生活里面 他们对于食物的这种饱足的 这种提供 那可是想到了法国 你想到了 法国的晚餐 很多台湾人就知道说 哇嘞 要吃到 要吃到三斤半夜 还吃不饱 台湾人就说吃不饱 上菜的流程呢 要分了很久 很慢 很慢 那这其实也是反映了 日本的 法国的 法国餐 法国文化的某些特质 对不对 好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 你接触台湾多久了 已经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你当初来台湾是因为读书吗 还是工作 如果从我的学生时间开始的话 已经三十年了 那从 把我拍到台湾是2007年 所以 差不多十年 比较有那个先度的来观察台湾 那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吃东西 所以到台湾每个地方 都找一些比较有名的料理 各地有自己的名在 就吃了 所以就发现台湾有一些概念 这个台湾 整个台湾的东西 我们吃的时候 需要一个理解 一个方法 那这是一个怎么说 有时候台湾料理 价格越贵 不一定是能够 价格越贵的时候 不一定能够达到 这个跟价格有相同的一个满足 满足 反而就是五十块三十块的东西 给你带来很大的满足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是危险 我觉得可能是台湾社会的文化 层面的一个价值 有一点关系 所以台湾这个平民的社会 就是他们每天每天很任何工作 但是不一定想要赚很大的钱 但是起码是可以生活下去就好 那他要给大家提供 他做出来的一个好东西 那这个价格不要太贵 而且怎么说 他不会什么都做了 他只做一两个菜去 每天每天做同一个事情 同一个菜 这样的话是东西非常好吃又便宜 那么我觉得这个 可能是才是台湾 一些台湾料理这个部分 有一个价值 很重要的价值 那例如说这些东西 如果变成一千块两千块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大家都 不太愿意付钱 就是五十块的料理 可以一百块的满足 这个很重要 好我们现在假想吧 野岛刚先生刚刚的分析里面 我们再假想 好假如我们要把这个五十块的东西 让你吃到一百块的满足 可我现在要把它卖到一千块 你看看我要做什么改变 我一定要在这个 可能在这个肉质上 菜色上做变化 我要让你觉得说它值 它值得 对不对 所以我的可能肉质就改变了 假如说它是块排骨的话 它的肉质一定会改变 它可能变成松板猪肉的肉片了 然后它可能搭配的那个餐饮 那个餐盘要改变 甚至它可能店面要改变 对对对对 装 下机啊 对它整个都改变了 所以各位就懂 董野岛刚先生的意思了 也就是说 你本来台菜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在这一个平民的价格里头 一般的平民的日常的价格里头 你去享受它 可你硬要它改变它 拉到一个品质以后 所谓的精致度以后 它很可能就被迫整个脱离的 那个原来的脉络 对对 输出了它的价值 对 我觉得刚才讲的时候你知道吗 也打刚兄 我就想到说 我以前很喜欢 我以前住在巴德路的时候 那边有一家很有名的排骨 是 排骨饭 我很爱你知道 台湾人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 排骨是一个很重要的 包括日本也是 排骨便当 排骨饭是一个日常生活里面 上班族很容易吃到的东西 可是很有趣 你到大饭店里面 你几乎就吃不到这种排骨饭了 是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一块排骨饭 可能在一个餐厅里面 在一般的餐厅里面 大概卖个120 150 160就已经很贵了 配个面 对不对 可是你要到饭店里面 你要吃一个排骨饭或排骨面 你不可能200块吃得到 你可能要500600以上 对 可对饭店来讲 这钱还是很小的钱 他也不愿意做 所以几乎在饭店里 是吃不到什么排骨饭或排骨面 这等于就回到你刚刚讲的问题了 你要享受排骨饭或排骨面的 某种台湾美食的精致 你几乎是要在一般的小餐厅 甚至可能在夜市里 对 然后街边的角落的那个小店 你才吃得到 对对对 对不对 这就是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对 可是有人一定会挑战你 那说难道就不应该让他提升 所谓的精致度 然后让他变成一个美食的文化吗 这个什么是美食 需要大家都考虑到一个定位吗 所以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就是美食 所以台湾 我觉得台湾的好吃的东西 都是在这个平民的这个领域 那可能台湾 我比较喜欢的是 可能三四个人一起住 住一些海展店 然后大概 你是行人来的 你是巷子内的 那这个大概三四个人吃四个在吗 那个价格一千块或是一千两百 一千出头 对对 然后喝一点啤酒 对对 我觉得大概这个范围的东西 台湾非常非常的划算 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感动 可是如果超过一年一千块 两个年三千块在你的这个餐厅 某种程度我就发现在台湾的话 我们起码是我们日本人 没有感到很大的感动 我们日本为什么来爱的爱的 喜欢来台湾 我们日本人到台湾的时候 期待的事情 当然是想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 那很多人越来台湾 越觉得想要吃那些小吃的台湾菜 因为我们看到 因为日本人不一定要钱钱 但是我们就发现 那些比较便宜的 比较划算的一个小吃里面 或者海浅的里面 才有台湾料理的价值 可是那个野岛刚兄 你的刚刚这个讲法 是因为你自己就很像 这样子生活的人 对不对 野岛刚兄喜欢骑单车 他喜欢到处旅行 所以像你这样子性格的人 其实你到任何个地方 都会去找当地的小店 对 都会找当地有特色的东西来吃 对不对 你就不会跑去 像观光客一样 跑去找那个 很有名的大餐厅 那可能也会去试试了 但不会是你主要的 这差别在这个地方 这是很像 我们其实真正会旅行的人 我们其实到日本 常常有时候 那个惊艳的也是在小店 也是在小店里面 也许那种很有名的餐厅 我们在旅行的 导览上会看 有时候去吃一下 可是你剩下的时间 你还是找那种小店 当地人推荐 或当地朋友推荐的小店 然后常会吃到很惊艳的东西 这个一样的道理 一样道理 好我们从饮食文化里面 其实可以看这个社会 对不对 台湾是不是到现在为止 即使它已经走到21世纪了 可台湾社会 基本上还是一个 不同的移民 不同族群的移民社会 然后有一种非常 快速的节奏 甚至有一点点焦虑 它始终都是很焦虑的 对不对 台湾人始终都觉得 我说焦虑是指说 它对这块岛屿的未来 从以前开始到现在 它始终都有一种焦虑感 它就形成了这个岛屿 很特别的文化 比如说积极 勤奋 努力 打拼 对对 这个是我们的文化特色 对对 它其实也反映在 饮食文化上 对 我觉得台湾料理 我们 例如说我在台湾 我去台南的时候 台南 台南 那一定晚上吃饭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一定要去两三家 起码三四家店 你会去三四家店 对对 每家店吃一点东西 又要去别的地方吃一点东西 你会这样子是呀 就这样做嘛 然后我就感受到 台湾的一个社会的脉络 大家都吃的比较快 东西来的很快 对 一趴就吃饭了 然后坐下来就走嘛 我觉得台湾的这个节奏 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因为 大家都一起坐在 坐起来一起吃饭的时候 那可能不一样 咱们台湾人也会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一直都合聚合 聊聊聊聊 那这个时候目的是不一样 大家都开心聊天 可是吃的时候 为了目的是吃的时候 大家都很快吃 然后要去 回去回家 或者工作啊 等等 反正这个节奏 都是我觉得台湾的节奏 那 我这一点是台湾社会 做什么事情反应很快 然后他们 例如说工作上的联系嘛 也是回信也非常快啊 可是他们觉得 没有必要的时候就不回信 日本人跟台湾人沟通的时候 最不习惯的是这一点 台湾人 日本人写信给台湾人 台湾人没必要的时候就不回信 就不回了 对 但日本人一定收到别人的信息 一定要回 我懂 所以我们才说日本人很有礼貌 对对对 他硬回 我们就是一个重视一个礼貌 或是一些 但台湾人是他觉得还没有那么急 也没什么必要 他就暂时才不会先回 就是放着吧 那这一点是我觉得 我个人是蛮 这蛮特别的 你就不这样观察我还没注意 这一点我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嘛 因为我也是日本人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习惯之后就了解到 因为台湾人的优先 自己有些优先半段 要急的时候就很快就回复 不急的时候就不理他 这个也是很简单 有道理吧 所以如果我了解这个逻辑 那就完全没有办法 完全可以理解吧 那这同样的都是华人的社会 对对对 台湾跟大陆就你的观察 因为也就是刚刚先生 其实中国大陆也 他的工作关系 他也常常去 那如果同样是华人社会 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差别 我们待会来 你从从饮食上 从日常生活上 你也给我们一个观察 好观察一个社会啊 其实有时候跟观察一个人也很像 我在最近有时候出演讲的时候 我会常会提到说 英国有个管理学者叫Charles Handy 他有几本书在台湾也蛮有蛮畅销的 比如说你拿什么定义自己 那这本书里面他用了一个表格 那表格就是说 一种可以人来了解自己的 比如说你就想说一个田字形 中文的田字形 那你从右边看过去 ABCD是个格子 你从右边看 外人看 看到AB 你如果从自己呢 从下面看 你看到了BC 然后C跟D ABCD 换句话就是说 别人从另外一边看你 你从下面看 那每一个人都只能看到 他看到的部分 而且有一个部分是我们双方都看得到的 那大概就是没错 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我们我们互动的过程中 所理解的自己和对方 可是一定有一块是我看到我自己 但是野岛刚兄看不到 或者野岛刚兄某一个部分 我其实怎么样都很难了解 这里面有牵扯到文化的问题 价值观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社会跟国家也是一样 所以我才说我今天我们请你来 你看台湾人一定有些地方是我们自己 看自己的时候说不清楚 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 所以我刚才请教你 你刚刚说你注意到台湾人这种特性 同样是华人 你觉得大陆的华人跟台湾的台湾人 之间在这个上面有差别吗 我觉得如果做个比较 对日本人来说台湾人跟大陆人 还是比较接近的是台湾人跟大陆人的个性 比如说我跟台湾 日本人跟台湾人 或是日本人跟大陆人的这个距离 还是比较近 台湾跟日本还是比较近 台湾跟日本很近 台湾跟日本很近 台湾跟大陆某种 有一些地方比较近 例如说这些学信的方法吗 或者是电话的反应吗 就是这个反应数的比较怪 还是大陆跟台湾都是一样 但是还是中国大陆那边的人的 沟通的时候就发现 他们在某一些地方 绝对不会让步的 绝对不让你们看到 那是一个他们核心的一些 权力的这个 跟政治权力有一点关系 或者是跟他们的生活有一点关系的部分 有时候他们跟我们说 这是我们的原则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发现 他绝对不会让步 所以我就不会碰 可是我们日本跟台湾 没有什么原则问题 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比较弹性 什么事情都可以弹性处理 因为我们是在在自由生活 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面 可是在中国的话 我跟他们的沟通比较不容易的 比较有时候就遇到一些尴尬的时候 就是他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就人格完全改变 对 但台湾人跟日本人之间 比较没有比较少 所以是日本跟台湾人 为什么我们交流这么好 这么的融洽 这么的 怎么说 可以很开心的来 虽然我们的语言下也不一样 但是很多日本人觉得 或是很多台湾人觉得 跟日本人或是跟台湾人 在一起的时候 比较自在 很自在 对 可是跟中国人在一起 觉得有时候就好像跟 虽然是台湾跟中国语言一样 但是有时候就觉得很 不是自己人的感觉 日本跟中国人也是一样 我们一直 我们搞了三十年的友好 中路友好 一直都喝酒喝了很多酒 可是还是没有 似乎还是不太容易摸心 还是没有 还有没有 没有变成真正的朋友 这个很难 很难 这个有趣 很难解决 野岛刚先生 写了好几本这个书了 其实你的书里面 涉及的层面也很广 这是因为你兴趣很 你兴趣很广吗 还是因为工作的特性 我个也两种 我工作的新闻技术 是 有时候需要很多 比较广泛的一个兴趣范围 第二就是我个人 与的特质有点关系 我就比较会 喜欢同一个时间 进行几个题目的 或是采访或是调查 我一天 直做一件事情 会觉得很无聊 所以可能 你喜欢好几件事情 同时再进行 对对对对 这个做做 然后再换一换那个 再换另外一个 同时再进行 对对对 然后这样也蛮不错 一方面调剂一下自己的身心 另外一部分 你也可以到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是在收割的时候才发现 哇一下子有三 两三件东西可以收割了 对对对对对对 那可能我个人比较 还是我很坚持 不喜欢放弃 所以就开始做一件事情 可能两年三年四年都没关系 但是还是同步要进行 所以刚刚对蔡大哥也说了 可能有一段时间 两三个事情 突然间变成我的一个一个工作的结果 所以是还是我觉得 喜欢这种方式来做一件事情 所以看起来是我的 我的关系很广泛 很多种 这是对的 那我个人是一个原则就是坚持 做我做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一定要做坚持 坚持到最后 坚持到最后才有一个结果吧 没错没错 因为最怕就是你的兴趣 有时候拉得很开的时候 到最后是一年一两年下来 没有一样收割的 是是是 到最后就变得很辛苦 对对对 这个收割的概念很重要 就是说你还是 你就算同时可以做两三件事情 你也要给自己一个 刚刚野岛刚先生说的要坚持 你要能够有头有尾的把它做完 做完的时候 你才可以发现到 诶他就可以收割了 是是是是 两三件事情到最后也许分个不同的年 年份有的这一年就收割了 有的可能要到下一年才收割 但是没关系 他就一直在往前动 对对对 所以换句话说 你这样的兴趣 我真的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是野岛刚先生这样子的兴趣 其实让你的生活就充满了多多样性 对对对对 你看得出来你的你的好奇心 跟你的尝试性 想要去尝试做一些新东西的这个企图心 都很强 对对对 可是你怎么去发现新的兴趣呢 因为你终究还是会一直在走走走 两三件事情走到一个阶段 会完成 那你的新的兴趣是怎么开发的 嗯 这个 我后来发现我选择的题目 我写的内容是都是有一个有些连结嘛 嗯 我首先写了故宫 对故宫 那故宫的时候我就发现故宫里面的亲密上合的有意思 所以后来写了亲密上合的 那当然是故宫 亲密上合的 那写故宫的时候发现蒋介石把这个故宫的国宝带到台湾来嘛 那我就下面是写了蒋介石 嗯 嗯 写了蒋介石之后 就发现A讲 发现了不同的题目 台湾的政治 那就我后来写了台湾的这个政治 嗯 所以做每一件事情 自己也自己也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后来就回顾一下 那可能我就发现 有自有他道理 对对对有一个 可是也打钢兄你知道吗 嗯 你这样讲的也就跟我的某一些 嗯 常常有时候在外面演讲的时候 我会鼓励一些朋友的 是 那个说法是很像的 哦真的 就说你比如说 嗯 你阅读吧 嗯 你在这段时间读了一些相关的书 嗯 有系统的读 是 然后告一个阶段以后 就你大概就成为这个方面 还算有一些收获嘛 可是呢 在这些阅读的过程里面 他会推出一些新的领域 对对对对对 在新的领域来之后呢 你就会 就会再把那个新的领域 再试着再去推 嗯 再找一群话题 一些相关的书 再来阅读 对 然后你就发现到呢 在不知不觉的 你就从A这个部分跳到B 嗯 B这个部分跳到C 对 C这部分跳到E 嗯 可是呢 他都有脉络 脉络对对对 这其实跟你刚刚讲的有点像 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不要太担心 嗯 所以觉得啊 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人情朋友 会很担心说啊 那我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有始有终啊 或者是要怎样 你就不用担心 嗯 你只要有系统的 嗯 一段时间有兴趣一个东西 你要让他有始有终 接着下来 新的题材会在这边再发展出去 对对对 我觉得甚至这种道理 放在工作 放在交朋友 对对对 放在对人生的体悟上 对 认识上都都都通 这逻辑都是通的 对对对对 好 因为这一件事情是 应该 后续有一个连结 嗯 但是这个连结不一定是怎么说 你一直 不一定是你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或是 一直在要找一个 同一个朋友一直交流吧 所以我我我个人觉得还是我们要更新自己 每天每天要更新自己 不一样的自己 嗯 但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呃 呃通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阅读 我们慢慢开始 可以改变自己 嗯 嗯 那这个这个改变不一定 不太可能改变很大了 嗯 因为我们我自己是永远是自己吧 嗯 但是需要一点点的改变 嗯 每天每天一点的改变 嗯 那工作也是一样 这个 可能我做一个例如说我故宫 对 故宫写了三四年 对自己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意义 嗯 所以我可能做写了故宫三年 写了一篇书 然后呢 接下来是花三年就做另外一件事情 嗯 那故宫呢下面有一个新的东西 对 蒋介石 那蒋介石下面有新的台湾的建筑 等等这样的话 就是我可以 把修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嗯 啊建筑的感觉 嗯 那像你这样观察 嗯 台湾其实如果像你刚刚说的 如果连读书时代开始的话 都已经超过了二三十年以上 嗯 你觉得台湾像你长期的观察 嗯 到现在为止 台湾的确出现了一个主流的 嗯 某种文化吗 对 这个文化是推着台湾一直往前走的 嗯 有有有有有有 哦 那你会怎么样去描述它呢 嗯 它会是这个很大 这个很大 这个这个对对 对很大 但我只是很好奇 因为我也看过你写的一些政治的评论 嗯 我觉得都还蛮都很有见地 就说嗯 你是怎么样去抓这一个这个脉络的慢慢的往前变 而不是说跟着政党的呃 对 对对 这个一下子蓝银上来了啊 是不是就回来了 绿银上来了 又又又回去了 嗯 就说它就算政党来来去去 嗯 可是你从你一个外国朋友的角度来看 你一定看到台湾这社会在往前移动嘛 嗯 而这个移动也可能就是 嗯 台湾之所以成为现在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是是 对 它渐渐的会跟呃 呃 港台不一样 嗯 跟这个中国大陆不一样 就这个原因 嗯 还是台湾的这个 嗯 二十年三十年的这个进步的变化 嗯 也是很大 那里面我我个人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价值 就是 嗯 包容 包容 包容性 嗯 因为台湾的这个政治的对立很很很激烈嘛 嗯 然后互相的 骂来骂去批评 所以大家都讨厌这个染绿的对立等等 可是这个二十三十年三十年里面 到底多少个人被杀 或者被死 或者是被判死 嗯 或者是被他的整个的人格全部都 基本上并没有又在这个流血上 暴覆上真正的出现 对 只是骂来骂去 对 当然是经过一个作杂失败 但是 台湾社会不给他 那种 像有一些地方 有些国家 给他 把他先包括先命 或者是一些 人格全部都被谋杀的 嗯 我们在台湾没有看过这种情况 嗯 这个我觉得还是台湾社会的一个包容性 嗯 大概过了三十年三年五年 突然间有再出现在台湾的政党里面 或是台湾的言论里面 嗯 我觉得这样的这个 我们日边的话叫做一个 第二次挑战 对 的机会 台湾会给的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 哦 就是 包容度 包容度很高 那日边的话 你在一个企业里面 中心雇佣族里面 你放了一个很大的作物 那你的人先就完蛋了 嗯 你没有第二次的挑战机会 可是台湾 哦 过几年就给他再一次挑战 然后他成功 那就他 大家都接受嘛 嗯 日本的话就 可能这一点是比较 免贷比较高 这可能也是 我觉得也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台湾是一直都是一个焦躁不安的 嗯 移动 变动的社会 对对对 有点移民性格的社会 还是有关有点关系 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发现说你始终都有机会 对对对 但是也因为这样大家才会焦虑嘛 对对对对 好 我们访问的是日本资深的媒体人 也是一位作家野岛刚先生 马上回来 好 呃我们台湾有一位 呃来自日本的好朋友野岛刚先生 其实很多呃 台湾朋友应该都觉得很开心了 因为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很密切 呃 这不只是历史上的密切 连现实上其实也很密切啊 台湾对日本人 日本非常友善 那日本当然对台湾也很有善 那呃 但是透过一个记者 透过一个作家的眼睛来看待这些关系 我相信呃 各位可以透过野岛刚先生的书啊 来了解他所看到的这个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甚至包括中国啊台湾日本三角的关系的变化等等 五月份的时候呢 叶岛刚还要再出书啊 中文本吗 对 也是专栏的集结 对对对 好然后六月他在日本要出 呃也要出书 不过那是日文 日本 专书那是专书吗 专书对 在日本的台湾人 哦在日本的台湾人 对 诶这个这个有趣 就是专门研究在那些在日本发展的流行的 发展比较长期的 长期的在日本有一些成就的台湾 例如说欧千玉 对还有一些秋永 秋永 秋永 还有一些比较年 也有比较年轻的 那我找了十个人 十个人的故事 作成一本书 有没有一个整体的特色 就是 就是他们虽然十个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职业 对对 对我要表现出来的是 台湾人很拖援 但是他们都很认真很努力 然后不放弃 在日本很多不利的情况之下 因为经过那个日本战败 本来是日本人嘛 他们后来变成台湾人 然后1972年就是台日本之间断交 对 他们突然间变成是一个 还是地位不平定 但是他们经过这几次的一个 艰苦的这个艰难的这个时候 还是在日本继续发展继续努力 结果日本人也很 我们很尊重的那种成绩嘛 这一点我觉得很值得一个 做简一本书 以前大家都没有 有系统的来简离嘛 所以我就是 现在是有系统的 对对对 好这个我们到处也可以期待 应该会出台会出成中文吧 对 已经有些计划 有计划了 对 好常常来台湾 我相信野岛刚刚对台湾的感情很深刻 非常深 还当代言人 还当代言人 希望 希望如此 好我们也非常希望 有机会常常来台湾 然后有机会常常来上我们的媒体 跟大家一起沟通 好不好 各位也可以到网站上点选一下 在Google上面一点选野岛刚 野外的野 岛 岛屿的岛 岗就是岗墙的岗 野岛刚 就会跳出很多相关的讯息来了 所以我相信台湾朋友对野岛刚 先生是不陌生的 但比较重要还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多一点的聊天 多一点的对话 然后多一点的透过日常生活来 来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我觉得野岛刚先生对台湾料理的这个日常性的理解 其实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我都觉得野岛刚兄应该可以在上面 这样写一本书 我觉得这是应该很有意思的一本书 非常感谢野岛刚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感谢蔡大哥 感谢大家 no jima no jima 话音很坚确 话音很坚确 是马没错 no jima no jima就是野岛刚的意思 好感谢 然后待会呢 请各位继续收听 由DJ俊昌为各位主持的What's Up Music 我是蔡之平 我们的频道 能吃了吗 好感谢 你说什么 I'm on my way up to eternal life Right then I will lay down and shake out your eardrums Heat of this distortion makes me high 報酬はヌーシェゴン 平行線で 東京はアンシェドウ 何にもない 業種書 書いてちょうだい デイリッシュなんてついていない コーラクエム I've ripped into the rocks and burst into the dharma I put the smoke of my own who feels fine Tills this mess and sensation get to nirvana It hurt but did my crash I think I'd fly 将来そうになって 結婚してほしい Merry beri beri You kiss youとかで ビザヤの彼女になってみたい 一族打热片子 我也是不愿意的 不愿意的 我看了 Modic Revolution A Good Way To Fly